來,那個 弦切角,我們先一樣看結論齁 弦切角,什麼叫弦切角 一條是弦 一條是弦 我這一個AB是不是稱為弦 一條叫做什麼 切線 那,弦跟切線所交的那個角 這個就叫做弦切角 那如果你硬要這樣的話,當然這個也是什麼角 左邊那一個,是不是也是弦切角 好,那再來 角ABC 角ABC,它所對的弧是哪個弧 這個角 它對的弧,是哪一個弧 是不是叫做AB弧 如果未來AB弧 我說AB弧如果是110度 那角ABC 這個角就稱為幾度 55度 為什麼弦切角也會是一半 我還是一樣做個最簡單的講法 不夠嚴謹 可是會讓你稍微可以記一下 我現在畫一個圓圈圈,然後這裡來一個 一直線 相切 木球 我再從這裡畫一條直線下來 這個你可以叫它直徑 也可以叫它弦 都一樣,過來 這個是歐點 這是歐點 這是歐點 A 還是 B C 請問你 角ABC 因為圓心跟切點的連接一定會怎樣 是不是垂直 對 這裡叫做90度 那我問一個問題 那這個弦切角 其實它對的是哪一個弧 AV 對,AV弧幾度 180 對,180 OK 所以兩個人 弦切角所對的弧 一半關係嗎 對不對 啊,對不起 這個角是所對弧的 一半 好,再來喔 當你這個聽完之後 我再多問一點點東西 開始三個人要混合了喔 如果有一條線是B 請問你 B,C,A幾度 B,C,A 對 B,C,A的這個角幾度 好,為什麼 對,AV 對,一樣是不是對AV弧 好,所以如果我有哪一天 我不知道任何的角度 但是我說 如果今天這個角稱為X的時候 這個角其實也可以稱為什麼 因為他們對同樣的一個弧 OK嗎 就會合在一起 所以 弦切角跟 圓周角 更正 弦切角跟那個 對 圓周角 兩個會常常混為一攤 會混在一起 好,我們再來看題目 如土 A,C是圓歐的一弦 A,C線段是一個弦 然後 A,B,色線切圓歐於A點 C,A,B 38度 這一個角 38 所以我要問的是角 COA還有C柱A COA幾度 76 對 因為它是圓 是圓形角 因為我也知道這個弧幾度 76 好,就是這樣 再來角 C柱A 它叫做圓周角 30幾 到底 比較解釋 有壓碎